欢迎继续收看上关新台湘的南岛新闻 开极台湘的东西,也不会用学生释助经验 超顿东在高中水电科学生,运用所有技术 协助技术社区关怀的古典,进行水电维修 就由实质操作,也加工改革问题的领域 未来苏星均希望能够到独自中心的处来服务 帮助关怀的挂着老头人 上面如果喷不到的话,从这里 在楼市积德之后,核心拿着钢骨背上腿 检查到电池的沙楼,一家将固定做清洁当作 就是说在外面,每社区基点安装专门用的插座的设备 好使人用水用灯可以更加安全 最近的火灾都是很多延长线去延长 然后电线乱苦导致我们的电器类的火灾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专门的电缆电线 加上我们的专门的插座 那我们的耐安培数都会比较高 做了很多活动式的插座 那也让我们说可以按老人家的按摩椅啊 还有那个,就是在我们据点没有很多经费的状况下 他帮我们省了很多,然后也帮我们做的很安全的维护 这几年当时高中开始走这道路 他先利用在好好稍微转业基灵来协助社区发展 当时也帮他们做他们增加实质的经验 到共同就解决问题的灵力 他们多一些插座,就他通电比较方便 然后换水龍头,然后保养电风扇,还有修电风扇 因为有些坏掉了,就很喜欢这种感觉,临参感的感觉 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方面,然后也能增进自己实作的这个部分的强度 然后让自己可以有更好的水准,更好的标准,可以去设立更好目标 那如果出来外面像这样子走出校园的话 他们会遇到的突发状况,他们会不知道怎么解除的时候 那我们去跟他教导,那他会比较容易去吸收 那以后出去工作的话,会比较容易去解决问题,会比较多经验 他原本是这个在漏水,你这一片刚好有水流的冲出来 水电技术科的修行充满到后部的精神 来到超团的技术社区,到三天做到水电维修 让在社区外团是大人可以更加安全 未来有机会,也希望跟独机中间的出来后部,用整个回馈社会 冲冲的水电维修 现在你们先散播到